現在我們做到了手的姿勢 從這邊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 這件動作他都做出來了 可是我們剛才講 第一個我們手要往上 所以你要去抓 大概約六什麼時候要往上 第一個手靠近他 可是我們要希望能夠做到他往上 再往下抓 那你要去感覺 我現在希望二十四的時候 我希望他手要往上 那假設說我們先去抓 假設我們把它切成四分 往上往下 往上再往下去抓 然後送去盒 所以呢 我們先把他 這個 二十四 我們把它切成四分 所以下一個是九 對不對 八個 我們先去抓八 OK 好 那我們把這裡的鍵呢 先把它 copy過來 然後八個我們把它 test 我們再去抓 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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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啦 所以呢 這個往後 所以它往後 看你的效果要不要再去 接下來 它要往前 所以我就把這一個呢 希望它的姿勢和姿勢直接呢 做Copy動作 好 它是一樣的 可是呢 這時候呢 我希望它的姿勢 欸 這時候呢 手的姿勢 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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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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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動作就是希望這邊過來 好,然後呢,它能夠往上 現在,我剛才講的,我希望這裡呢,這一個,它的位置 你選到它的時候,你可以選擇 然後呢,出發的地方 可以用的地方,充滿它的時候,可以用一下 OK,好 好,然後接下來呢,動作有點太大了 好,然後讓它下去 OK,好,所以呢,它等於是這樣子 往下抓 OK,好,動作有點大 好,像老陰一樣,我要去擷取你的,然後就往下 OK,好,到了這個地方呢,慢慢的靠近它 OK,然後就抓住那個聲音 好,我們先坐 後果,我們要當模型 它就是電動罐 對,電動罐 第一個 電動罐 電動罐 好,我們不當要傳指動作 傳指動作 沒有一個 傳指動作 沒有一個 傳指動作 因為它電腦 傳指動作 好,那什麼時候手掌 運動呢 一開始就是這樣 現在也知道 我們在靠近的時候 好,那有時候你靠近的時候 你手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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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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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